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,我是小薇 如果要说到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,那么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直接被称为巴铁 这个称呼足以证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,我国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去往国外旅游 其中有不少的人就选择了巴基斯坦旅游 毕竟这个国家对待我们中国游客还是很热情的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但是这些年来中国也对其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因此如今的巴基斯坦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的 都说巴基斯坦对中国游客很友好 那么中国游客去往巴基斯坦旅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巴基斯坦的街头冷饮几毛钱一杯,只对中国游客免单 在巴基斯坦购物的时候,如果商家知道你是中国游客的话 都会对你购买的商品降价甚至是免费 当然还有一些很热情的巴基斯坦人会邀请中国游客去他们家做客 在巴基斯坦街头所售卖的冷饮虽然只要几毛钱一杯 但是对不少的巴基斯坦人来说,这也是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 但是他们所售卖的这些冷饮只对中国游客免单 现在该来中国游客去到巴基斯坦旅游,其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呢 当然巴基斯坦游客来到中国旅游的话,我们也会对他们给予帮助 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,我们也会很热情的去帮助他们 那么小伙伴们有没有去过巴基斯坦游玩过呢?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分享转发哟